好来我们做几题练习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要你找rate of change so for a given insight 它要的是dy dt 然后它说rate of change of x 是2 unit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告诉你它的dx dt会是等于2 所以我们的第一题a呢 我的y是3x2-4 所以我的dy dx呢 会是6x 然后我的dy dt呢 会是等于dy dt dx dx 然后它题目告诉我的dx dt会是等于2 然后这一边这个是2 所以我就有6x乘2 所以它是12x 然后我的dy dt当x等于2分之1的时候是12x2分之1 所以是6 ok 所以它现在是increase 6unit per second ok 6unit per second 好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它在这一边呢 它告诉你它的rate of y 就是6unit per second 所以就是说我的dy dt等于6 然后它现在要你找它的dx dt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第二题呢 我的y等于x power3-2x square 所以我的dy dx 会是等于3x square-4x 然后我的dy dt 然后我的dx 它告诉我dy dt 哦 ok 它告诉我dy dt 会是等于6 现在我的dy dt有了 然后题目要的是dx dt 所以我就要找dx dt 然后这边补dy dy 再去 ok so 在这一边呢 我的dy dx是这一个 所以dx dy呢 它会变成1分3x square-4x ok 你看啊 dx dy dx等于3x square-4x ok 所以导反过来 我的dx dy 会是等于1分3x square-4x 乘6 所以它会变成6分3x square-4x 然后我的dx dt当 ok 题目要是多少 好 当x等于1 x等于1 x等于1的时候它会变成6 3x e square-4x et 然后它会变成-6 ok 减6units per second 这样 ok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其实第一题的都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难度 然后这个你的弯 二挂弧3x-5.5-3 然后这个也是直接的 这个是 这个你的 这个你的dy dx 你要把它变成dx 你要把它导版过来 ok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是 u-1 然后这个是 2x加7 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三 i等于 x-8 然后square i等于 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会 x加7 一样 乘2 x加4 乘2 x加4 好 x-8 x-8 2 然后过后呢 x increase at 6 所以他告诉你他的 dx dt 是等于6 ok 然后x等于5 这是等于多少 你给了information跟题目要的东西 ok 好 我们在这一边 dy dt 会是等于dy dt 然后dx dx 我的dy dx 3x 2x 2x d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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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 计算 3 3 2 然后他这一个变成 x over square root x加4 ok 然后我现在的是dx dy dt 当x等于5 会是等于9乘5 而 2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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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x